你好,我是理论Node精华的作者董正隆 那在这里呢,我要很简短的来替你介绍呢 我写这本书里头它的概念是什么 还有重点是什么 因为Node它基本上是建立在像这样子的一张图里头 就是我们,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电子书实际的页面 那整个理论Node其实是建立在这样子的一张图里头 就是你要怎么去为你的产品定价 打造你的获利的一系列的产品 然后呢,它的定价呢,从低价位逐步升到中等价位 然后再升到高价位 那基本上呢,我认为低价位的产品 应该是属于一千元以下的产品 那当然这是见仁见智 然后中价位的产品可能是一千到一万 或是六千左右都算是中价位 那高价位或超高价位的产品 就是借在一万块三万块甚至以上 那很多人呢,在从事网络行销 或是网络创业 还是想要在网络上赚到钱 他们呢,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要怎么替他们的产品定价 要怎么去开发产品 那很多人呢,其实一开始啊 因为没有自己的产品 所以就去推广别人的产品 那那些呢,至于那些想要开发自己产品的人呢 也常常花很多功夫去写 不管是写电子书还是什么 或者是去定价的问题 那这边呢,我们呢 最主要就是从价格这个角度 来剖析 你要如何打造你自己的网络行销的事业 所以呢,我们其实 整本电子书是简单讲 就是给你的 关于你要如何呢 去设定你的低价位 中价位,高价位的产品 还有 那低价位的产品 你可以开发哪些 产品呢,我们有给你很多的点子 然后中等价位的产品 又是属于哪 哪一些,哪一些总会的产品 可以定到一千块 到几千块呢 那超高价位的产品呢 又是属于哪,哪几类 那我们会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让你知道 所以 简单说呢 这整本利润漏斗啊 这其实就像一个漏斗一样 顾客呢 先透过你的低价位的产品 然后 跟你建立起 呃,例如说他买了你低价位的产品 然后觉得 你的产品不错 然后 因此就会建立起对你的信任感 然后接下来呢 再提供给他中价位的产品 那中价位的产品 才是你真正获利的来源 你一本一百五十块的电子书啊 你可能要卖一万本才有一百五十万 但是呢 你一本 你一个中价位的产品一千块就好 你卖个两千本就两百万 所以呢 真正获利的开始是中价位的产品 但是呢 一个人啊 也很难一触可及 直接卖给人家上千元的产品 所以通常在策略上呢 我们会先使用低价位的产品 这其实是人性啦 就是 你要逐步的 让你的读者 或者是让你的顾客呢 变得对你是忠诚的 甚至变成是你的粉丝 所以呢 我们在定价上呢 采取三个阶段 所以呢 你在 设计你的产品流程的时候 你要至少 你要有三种产品 也就是 低价位的产品至少一种 中价位一种 高价位一种 那最好这三种呢 是一种 呃 是有 完全有相关的 也就是说 低价位的产品是一本电子书 呃 网路行销方面的电子书 那 中价位的产品呢 就是网路行销方面的一个 短的矶课程 那 高价位的产品呢 就是呢 线上的培训 或者是说 一个 实体 地面的培训 类似像这样子 那 几乎你会发现 每一个国外的网路行销大师 或是国内的 比较有名的专家 他们都会 有一套他们自己的 产品的定价的策略 还有 打造 他们自己的利润nodo 事实上 整个利润nodo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是龙正龙 那希望呢 你会喜欢我这次写的书 好 拜拜